这一集的海绵宝宝那可真是画风诡异 谢老板竟然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每天都豢养着皮老板回来偷秘房 结果又是把自己吓成了精神分裂 这一天谢老板一大早就化身教官 让小海绵和张玉哥打起十二分精神 严防皮老板来偷秘房 小海绵跟打了机器似的 开始站谢王门口来回巡逐 还喊着细思极恐的口号 干翻的老娘们儿 看着密密麻麻的呼吸毛满意的不得了 下家呼呼三小时过去了 连皮老板一根毛都没看见 谢老板也起的怪了 今天老皮他这么慢呢 想到是不是卡在门口进不来 贴心的跟门浇上点油 还把门口排队的顾客 挡着老皮的道 一个大逼一刀全给宣妊拉进车里 这一下门口可是畅通无阻了 怕皮老板不让秘方在那 谢老板还专门换上地标 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 终于一眨眼的攻击不让秘方不见了 谢老板立刻拉墙警报 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瞬间谢老板被钢铁覆盖 转移到地下 小海绵赶紧起动应急状态 外地窗户封得溜眼 连门都卷不卷不四斤后脑海 结果是派走 把秘方皮上当饭线匠给拿走了 属实是给老谢白提袋一场 咱说穿吉利服的谢老板 你见过没 这也是没少吃鸡啊 有客人来点餐 谢老板怀疑是老皮的卧底 一把线跟人贴灵盖 在里边一顿割了 都跟人干骨子疏充了 老谢好怕不老实 想打包个谢宝回家吃 也被谢老板当成了老皮的帮凶 霸道的宣布 从此店内禁止打包 现在每个客人在他眼里都很可疑 就连八九十岁的老大爷 还有不会说话的小婴儿都不放过 纷纷纷盖上驱逐印章 一脚奔出二里地才解恨 这时候谢老板就已经疯了 我像吃了疯狗逼 那都不是好眼神 这时突然门外有人敲门 谢老板又紧张起来 咱说连三弟都不认识啦 可不管是谁 谢老板通通驱逐 小婴儿讲我老谢不对劲 尿前跟老张说 要延迟今晚计划 以下被谢老板逮个正着 就连他俩都被撵出了谢老板 现在店里只剩下了疑神疑鬼的谢老板 不停地摇摆罚 寻找皮老板的踪迹 精神高度紧张下 甚至买饮料瓶子调味料 都想象成了可怕的皮老板 话说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幻象了吧 终于谢老板再也受不了了 冲进厕所才清醒清醒 就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竟然也变成了皮老板 海绵宝不和张鱼哥竟然背叛老谢 暗地里早已投靠海之霸 就连亲骨肉都替老谢而去 谢老板上方巴的 眼巴巴的看了这一气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抱着秘方放成了大骨 突然此时小海绵按下了门铃 僵硬的照个稿子念 让谢老板立刻去海之霸 因为老皮绑架了张鱼哥 谢老板干脆破罐的破水 什么老鼠侠的大炸弹 全都义无脑的包进了谢宝里 将去炸死 哀心闹着皮老板 结果一进门 去看见这样温馨的一幕 原来这专门为老谢准备那场惊喜 因为今天是老鼻第一次 想要偷走秘方的纪念日 习惯的CP又增加了 谢老板被感动的痛哭流涕 把做好了炸弹的谢宝随手一放 就和小海绵拥抱在这一起 我拍到那个惊不着诱惑 透露到大家一起来吃谢宝 意识到大事不好的谢老板 以最快速的抢问所有谢宝 结果自己把所有陷阱撕了个边 随随挖了个坑 自己跳进去来 谢老板被炸成了浪漫的大事活 没想到临走前 他还是留了一手 故意把秘方落在海之坝 皮老板看到拆开一看 不怕贼头就怕贼垫起 谢老板的心病算是自愈了 进来啊 送客 关于人走好